娱乐中心董又已报道Nineke秉持着极简主义生活 图设字Nineke YouTuberNineke秉持着极简主义生活 虽然言行举止经常到网友批评 但他勇于做自己的个性也受人赞 近日他挑战一个月不到垃圾更拍成一支影片 录 Nineke从中学习到许多事 更感性说你对待世界的 是 就是你对待自己的方式 Nineke从3月9日开始实行一月不到垃圾计划 此计划他特地准备一个小尺又透明的容器夹链带 他认为这样可以提醒字 要垃圾减量 期间共包含网购拆封时的胶条 辣 竹心 外带润饼的包装 手工皂包装 橘子果皮 不 橘子果皮他放置一天后决定拿来做手工皂 制 过程散发出的香气让他惊呼没想到垃圾也有 玉的功效 满一个月的垃圾量 只有10.4克 图翻设字Nineke 了4月9日当天他将所有垃圾摊在桌面上 不仅没装满夹链带 称重时径只有10.4克 从中他学习到更劳作资源回收 减少外带的次数 探索更好的零器产品 更有价值的消费 对于更有价值的消费 进一步解释为了不制造垃圾买水果会到市场买 为了减少垃圾在购买超商食品时会选择包 较少的 要外带食物会主动告知不用手提塑胶 最后他认为这次不到垃圾体验没有失败或成的结果 坦言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行为和声 更感性说你对待世界的方式 就是你对待自己方式 影片一出让网友惊呼这种企划只有你做 出来 好佩服 垃圾减量真的不容易 不过也有网 之一上厕所大号不用卫生纸 卫生棉